總共騎了113公里 3小時30分鐘 腿快爆掉了 我明天長龍馬先請假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在終點 就是七點前 然後我們今天的目標 因為其實我昨天還有去參加場 500K的自行車賽 所以現在其實交換目標 我今天的目標 大概如果可以跑兩個小時 我覺得就不錯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保守一點 出發的快速就抓大概5分12秒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5 4 3 2 1 出發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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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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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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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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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公里 4 5 9 好 繼續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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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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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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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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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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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5分08 第五公里 我們現在5K跑了 26分鐘左右 還在喬小還有今天沒什麼風 而且天亮了 我們好像快追到前面的配速列車了 看到好多顆小氣球的運動 原本很怕今天腳很痠 但其實 嗨嗨 原本怕今天腳很痠 但其實腳好像跑起來還OK 但是不知道到後段會怎樣 所以我們還是保守一點 抓在5分鐘上下就好 太棒了 終於拿到水了 好可憐 這一段小上坡接下來下坡就接合體了 準備往大直那邊合體進去 接下來就是北安路 然後準備接到合體進去 應該是美體嗎 進去合體繞然後最後到大直是終點 目前已經 7.95公里 7.95公里 8公里 中列池 咦 可是這邊今年 沒有空間耶 可惡 9公里 4動50秒 快一半 要進入合體 我們現在是9公里的水站 我們現在的目標要 喝一下運動飲料再喝水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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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照理來講我們會先喝一頓飲料才喝水 所以 就有點麻煩 10公里 4分56 還不錯 我這幾公里都保持的蠻穩的 目前居住是50分52 10公里 還有11公里 1公里 進到 討厭的合體了 可惡 這邊要繞10公里 11公里 4分55 合體裡面的風 超大 逆風超大 盡量要跟團 不然太累 12公里有個水站 然後 這邊我濾機要吃一個 那個 果膠補一下 不然後面會 有點沒力了 而且河邊的逆風太大了 這段真的難跑 遠方水站已經快到了 先吃 一包補給 等一下再進去 配水 翻牌 我們 看看 明天 1.5公里 迎接最後的8K 對面已經有人走反了 好羨慕喔 還有7公里 然後等一下 待會遇到就是 要上橋 那邊有個坡 然後這段稍微逆風 比較難跑一點 所以盡量躲在人群裡面 45公里 45Z 36K 但我腳開始覺得很僵硬 小腿大腿都開始 還是抬不起來 行到15公里 三大約6公里 前面水站 均勻補一下 然後前面準備上橋 折返到對面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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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筋 可怕的山坡到了 回去 侯方的山坡放上来 整個都會稍微吵架比較配置 不然會有點過沉 接下來可能配置不就越來越沉 所以這站站高 就是稍微關跑 16K 5公里之後 加上一個近站休息一下 這樣下車就會讓我坐一趟 只有5公里 19K 4分46 只有2公里 大池橋就在前面 19.9 這樣最後1.1公里 終點就在前面 21K 4分44 我們總共跑了1小時44分24秒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加油 YA 到終點 1007 到了 跑完了 我們已經準備要去領紀念品 領物資 超累的 謝謝 謝謝 整袋全部都是飲料耶 超大杯 我覺得今天跑起來真的裝得還不錯耶 一開始就是 以為怕會太累 結果這樣慢慢跑 就還不錯 跑完啦 剛剛真的是領物資什麼休息了一下 回到家裡附近才想到我們忘記錄結尾 好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今天跑當中 到底經過了什麼吧 先講一下總成績 今天總共跑了1小時45分11秒 均速呢是4分58 那其實今天一開始啊 我的策略是比較保守 因為其實昨天我去騎了一個 115公里的彰化經典百K的比賽 所以其實我今天的腳的狀況其實是非常疲勞 然後我很擔心我腳其實是沒有辦法跑完半嘛 所以一開始我是跑比較慢的狀況 但兩三公里後又發現 其實我的身體狀況其實是還不錯的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我們就用5分數來完賽 那後面其實也越跑越快 總成績我覺得 以我自己來講 沒有特別訓練 然後昨天還有比賽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我自己可以接受 那整體來說 今天的天氣也非常適合 也很多我的學生們都破PB 所以我覺得這場比賽真的是 每一年跑都覺得它是一個 非常適合當作下半季的 第一場 騎中考的這個半馬比賽 推薦給大家 長榮馬拉松是一個我覺得 非常適合報名參賽 然後來挑戰的一個活動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的影片結束囉 首先我叫楊的Red 我們下集見 掰掰